英雄碑第一屆美国加州国际音乐艺术节 主办单位美国加州音乐艺术协会 协同协办单位南加州华人总商会 于10月26日来到捐赠计划中的第四站 全美第三大执法机构 美国洛杉矶警察局继续实现承诺捐助 PPE新冠防疫物资 很高兴我们艺术节英雄碑的艺术节圆满结束 结束以后我们再捐赠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捐到了这个LAPD 然后州局长和带领其他的警察 前来接送我们的捐赠 谢谢 我们今天来到了很多我们商会的理事和我们加州艺术协会的理事 其中包括有我们的主席孙耀林导演 有我们的秘书长陈云涛 有我们加州音乐艺术协会的副会长王兴岳 也有我们南加州华人总商会的第一副会长Henry劉 刘延正先生 也有我们的执行会长Michelle Wu 还有其他一些邀请的嘉宾 同时在这里我们要隆重向我们的社区介绍 我们的洛杉矶警察局的副局长周宝来先生 他的英文是Blake Joe 也得到了他们今天的热情接待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社区的一些支持 对我们社区的保护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在保护我们的时候 也保护他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这批防疫用品包括 14000个医用口罩和75度酒精洗手液 送到了有13000多现役警察和文职人员的洛杉矶警察局 今年美国国庆日发起的爱心传递 情暖人间 爱能改变一切 青少年绘画作品一并送到洛杉矶警察局 警察局副局长周宝来及警长们等 出席了防疫物资的交接仪式 英雄杯 美国加州国际音乐艺术节 即明月夜故乡情音乐艺术大赛 受到全球关注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音乐艺术节将继续举办 爱心传递也将传承下去